我们看第四个 我说过这个是我们第三项线里面 在今年度分数版 我所增加给你们的一个新的课题 而这个课题 它不单是我们现在上的刑事诉讼法 我相信所有只要你是国考生的话 这个课题对你任何一科 不管是法律非法律的专业应考科目 甚至所有的科目都会共通的去运用 因为它的标题叫做 请你学会放下的真意 真实的意义 那就是放下时间 放下你真的要读的范围 进而去掌握真正你该掌握的基本 去扎实它 并且去练习解题 我说老师 放下时间 放下考试的范围 那一放下那就挂掉了 我现在好 我放下 因为现在距离考试 起码都有三个月 四个月 甚至久一点的还有到五个月 但是都已经进入了中间 快接近考试的时期 这时钟如果你会慌 你心里会害怕 你会开始产生 不是啊 金钱振透症 是你每天摆起来的时候 难免想到某一些东西 心中就会担心 心中就不会那么的快乐迎接一天 或者是你晚上要睡觉的时候 总是觉得有一点点不安 这就是如果你现在开始有这个症状 这种症状一定是出现在考试签还有几个月 更何况有些要求过人 都已经开始在帮大家倒数了 其实这样子一个行为并不可举 也不值得去站场 你干嘛帮人家倒数 同学什么东西就倒数 那就只有快挂掉的人才会倒数 一个真正会成功的人 他不需要倒数 他反而要放下 而且同学记住哦 放下不当于放弃 我不叫你们放弃 我是叫你们放下 放下什么呢 放下这些不必要加深自己 拿来烦恼自己 怕死他人的东西 而要叫你们放下 不应该有的去掌握你 应该拥有的 这就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课题 如果你肯专心精心 并且用心去体会 我相信 接下来你会发现 什么叫做神奇的事 那当然那件事就是分数 在你身上发生的 如果你不信的话 随着里面的内容 你一定会去思考 来 这个呢 真正的意思就是要跟你们讲 你能够拥有上版分数 它有一个科学法则 同学法则呢 就是一定的原理原则 它通常不会有什么样的 例外 它就是个原则 你只去操作它 而这个呢 是相当科学 这不是后来 这个也不是在猜测 它已经是科学印证的 让你们去知道 有一种科学的法则 这个科学的法则 会让你进了去拥有你想要拥有的成功 就是上榜的分数 来 我们现在开始来讲 为什么称它为科学法则 因为它可以被印证 可以让你去看看它有什么样的一些事实跟证据呢 来论证这一个原则 来 透过这个两个主要的问题 我在里面思考 在思考的过程 当你去体会到答案 其实就是在印证这个法则了 对不对 当有人因此而上榜的时候 你怎么可能会落榜 如果有人因为这样子 这个因此指的是什么 就是他真的懂得放下的正义 他真的放下而上榜的话 那你为什么不放下呢 来 这个因此 这个放下到底讲的是什么东西 然后它又是什么样的内容呢 就是有人因为他时间不充足 甚至很少 我是一张白纸 今年的1月2月才准备说 好 我必参加国家考试 更惨的是 我还是个要上班的人 平时回到家已经很累 真的要读书 要学习 甚至练习 大概就只有两三个小时 偶尔6日还时间比较多 但是可能也有一点杂物进来 甚至要加班的 OK 他时间不够充足 甚至说少的可怜的时候 因为这样子 他都还有办法上榜 那你怎么可能会落榜 你怎么好意思在说 你时间不充足 甚至很少呢 或者是有人因为他没有上位 完全的去学习 我讲的是学习 这一个科目 假设总共有十个 单元十个制度 他可能只学到四五个 剩下都还没有学 他就被科齐 或者是呢 他连复习的时间都没有 这个顺应的第一个 因为他可能时间不充足 因为等等都不管 就是他没有上位 完全的学习跟复习完毕 他却因此能够上榜 请问你怎么可能会落榜 再来 也有些人呢 他写的答案内容不够正确的 我们今天科学的时候 这一题结论答案应该是A 他写成B 一发生这种状况 竟然他的分数还不错 还很高 同学通常这种不正确 蛮致命的 不是说那不正确 只影响你两三分 靠其他题目来补 不是这样 而是真的这一题 可能如果严格来讲的话 就是完全不正确 你可能一题二十五分 就可能真的严格来讲会挂掉 如果发生这种状况 他还可以可能的怎样上榜 那就是说那一科的分数 照理说呢 当他二十四分没有 起码 起码最高也就只能到二十五分 那竟然可以考七八十分出来 胜论题或实例题 那因此都善榜 你怎么可能落榜 没有这三种情形的你 怎么可能会落榜呢 你们先看看 你说你没时间 人们没时间就考得到 你才考得不到 你说你没有读完 你没有复习完整 你还有一堆没有读的 OK所以难怪你考不上 如果有人因此要考上 你怎么可能会落榜 那再来写答案这个部分 一样的道理 我说老师不是 是他考运好 英国没有报复 他风水摆得对 好不然你可以再去试试 如果你愿意再用一年去研究风水 然后再去调整 反正多的是改运 你也测试的时候 老师他有读到的呢 有考 他没读到的没有考 当然他就考上 我是讨到的没考 我没讨到的偏偏考出来 所以我落榜 OK如果你是因为这个样子 这个你自己心里清楚了 那叫自我安慰 你有读到的 你有办法把它写得好吗 我已经问过滚了改了 纵使叫你抄这一题的答案 让你用抄的 你敢保证你抄完以后 就一定25分吗 不要说25分以上吗 如果你都会有这样想法的话 那这样子你怎么可能落榜 第二个问题 那如果只要有人有 只要全国的考生 不要说多少 超过10分以上的人 都有这种情形 他进了上榜的话 那你就不要跟我讲 要上榜 一定要时间充足 复习 学习的够完整 全部读完 全部读手 而且答案都要写的正确 你不要跟我讲这个 那就是变成你不科学 第二个 当有人因此落榜 你怎么还会深信不疑 按照落榜 因此就是这个 同一类科目 不断的学习 复习 那不断的读书 还会落榜 那你怎么还会相信 你今天要上榜 要怎样 读得很认真 要全部都已经学过 而且对他学得很熟 背得很熟 就会上榜 你为什么还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习惯 这样子的一个理念 甚至这样一个做法呢 多的是这样落榜 你知道吧 同学 这两个问题 你看看 你先想看看 如果 如果 他的答案 都是怎样 这个 你怎么可能落榜 对 我才可能落榜 对啊 我为什么要深信不疑 他 如果你对他已经产生怀疑 代表这个已经是经过科学印证 在科学上 印证的结果是 你所想的 并不是如此 你反而是不科学 这个关键点就在意 为什么他是科学呢 因为 上榜不在 时间 读书跟考运 如果是的话 就不会有第一种状况出现 如果是的话 也不会有第二种状况 而且还是全职考生 那怎么还是在落榜 同学 那在于什么 而在于一个关键法则 就是我讲的这个科学法则 关键法则 就是科学 因为它够科学 所以它形成一个影响分数 高低 上榜与否的关键 OK 只有这个法则 你知不知道 你愿不愿造作而已 并不在于 这个 你的时间 读书 考验 所以我们要跟我 这个时候拜托 越到考试将近 请你放下 这个不科学的看法 来 再更加一步的说明 然后你真的知道 这个法则 二 关他人而明真相 什么意思呢 同学 这个就要先讲一个 前提的小故事 也就是因为发生这个 真实的事件 才让我觉得 我必须要跟你们讲这个事情 同学 什么事件 我有一个学生 他只跟我买两颗 那是刑法事项 那个嘛 民法的这个科目 以及民事诉讼法 同学会买这两个科目 显然它是考书机关 那其他科目呢 这是里湾南部 一个知名的补习班 在那边上课 而且公司 他们那边的学生呢 特别来跟我买这两颗 来加强OK 他这个学 他是呢 大概今年的 让他跟我 从何来讲 就是一月份来买的 随时跟我保持联络 这也是我对他的要求 当他有任何问题的时候 有天他就 在上个礼拜 他就打电话给我 说老师 我之前 遇到题目不会写 因为你教我那一个学习 里面最重要的就是 吸收与运作法则 往来教者 你教我这样子做 那从民法总则 事项线 分数科技课程 开始从头开始看 那一个礼拜后 打电话跟你讲 我运用这一个 吸收与运用法则 这样操作之下 我的心得感想 看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我现在一礼拜 我现在打电话给你 跟你讲一下我的心得 我说好了 你讲 他就说 这个心得就是 真的比以前呢 吸收的更多 那也 怎样 懂得更多 最重要是我发现 还真的运用起来 自己对他产生兴趣 也有成就 所以老师 你那种方式还不错 真的是 我感觉用得不错 OK 那本来这样子 不用一分钟就可以结束 那我本来就要跟他讲 那你就好好继续用下去吧 祝你一切顺利 那一定的 那知道 接下来他不放过我 又提出一个问题 但是 老师 我用一个礼拜这样看五堂 我 他本身是全职考生 我一个礼拜这样子来看五堂 纵使有所得 同学 你明发总则 老师 你的课程 总共有十二堂 那我要用多久看完 再来 我总则看完以后 明发还有四篇 后手还有载篇物权 亲属继承 那还有其他的硬考科目呢 专业非专业 龙中五 那我现在考试 剩下三四五个月 我怎么办 OK 他就是这样子问我 那才会让我整个 藉由跟他 所提问的各种问题 才会形成这个样子 来 我们先针对他第一个 就是因为他想说 我现在只在一大五堂 相当的扎实 或者是我吸收 再解题 再学习 各方面都不错 但是后面还有那么多科目 我怎么办 同学基本上会想这个问题 就是他还不懂的方向 我就问他 来 你选民种 然后我先问你 你先不管后面还有多少 我先问你一下 什么叫做民法种则 那为什么 常常讲你种则学得好 后面试篇没烦恼 你种则学得好 你民事诉讼法 也会跟着好一半以上 很多你民事不太懂 就是来自于你民法种则 不太清楚 来我问你 为什么 你说这个呢 我同学 他这个样子就不太会回答 忽然之间我又灵感一动 我就访问他 那我先问你 什么叫种则 为什么我说民种学得好 其他没烦恼 那请问什么叫种则 同学 他已经磕过两人一生 竟然他对种则两个字 撒在那边 不知道才叫做种则 同学有喊 你学民法种则 不知道种则是什么意思 一样的 你如果有学心法 问你什么叫心法 种则 心法种则 为什么他称为种则 他又讲的是什么 为什么种则只要学得好 其他的真的没什么烦恼 你种则学不好 你怎么看过 还是要什么 拉七拉八的 九不搭八 一样你会注意 有每一个法 民宿行数 行政法 包括你们其他 非法律专业科目 一定一开始都有一个 总共全部的种则 或通则 或通力 那为什么呢 对啊 坏 为什么 你不懂他 你在那边洒毒 然后呢 你不懂 这一个真正的根基 这是第一个我问他 当场他就认在那边 我就说 其他的科目 你 你根本 凸显出这个问题出来 所以你才会跑到第二个 这一个 当有人如此而落板 你怎么还会深信不疑 因为你不在乎扎实严谨 只一位的求读完 求学过就好 所以你现在是在乎的 就是我怎么能打你了 我全部有没有上完这个课 不是吗 所以你才不知道 很多东西是可以举一反三 我问你们 所有的法律问题